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周日晚上较晚时段 西甲第九轮上演重头戏 届时皇家马德里与巴塞隆拿将 在贝拿比奥球场展开经济首次西班牙国家打比战 双方目前战绩均为7胜1和 同计22分排名西甲头两位 两大宿敌对决向来都是足谈胜势 但赛场残酷 此战过后西甲或将剩下唯一的不败之时 到底是皇马快一复仇还是巴塞技高一筹 请大家拭目以待 届时M直播将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一场价值超16亿欧元的对决 在西甲历史上 皇马巴塞已经进行了184次国家打比战 当中皇马以76胜35和73负战优 不过球队最近两次对阵巴塞 包括一场西甲和一场友谊赛 却是一球不入全数落败 据统计 这场国家打比战将会是价值超过16亿欧元的对决 其中皇马全队身价8.3亿 巴塞则为8.1亿 分裂西甲前二 阵容对比 皇马巴塞55波 主帅方面 早已实现大满贯的皇马老帅安查洛迪上级面对巴塞曾老猫稍虚 被辛丁沙为带队四弹攻陷被拿比奥球场 今次二人将畅想皇马主场复仇战还是巴塞榜守保卫战的剧本即将揭晓 后防线上 皇马主力门将高图尔斯确定无缘出战 A.录音能否顶住压力把守好最后一关还是未知之数 巴塞方面 达史特跟经济联赛则巴占7次零封对手 两队中间位置已经由原来的西班牙国家队中间内战变成大位 阿拉巴和艾利 加西亚二人的对决 照目前情况来看 见惯大场面的大位 阿拉巴与艾达 米列达奥的组合要略优于艾利 加西亚和谢拉特 BG的新老搭配 事关这位巴塞原老场外新闻不断 可是球场表现却迟迟无法服众 中场方面 巴塞本来就人少 法兰基 狄庄的神经刀表现也难以与人信心 不过杀志奥 布斯基斯依旧是巴塞中场的定海神针 他将迎来个人第44次国家打比战 他与百敌 甘沙里斯和百宝路 加为两位新一代天才球星 一同对抗由卢卡 摩特利领衔的黄马中场线 只是岁月不饶人 卢卡 摩特利和东尼 却奥斯分别已经达到37岁和32岁 而逐渐成长为黄马后腰的不二人选的奥维利安 祖亚文尼亦因此被给予厚望 封线上 卡连 宾森马和罗拔 利云杜夫斯基的直接对话显然是本场的焦点 这是后者加盟巴塞后首次直面黄马 卡连 宾森马上级西甲大杀四方 总共斩获27球成为金靴得主 但是金济却遇到组织 目前遭遇五轮入球荒 八轮联赛收获三球和一次助攻 罗拔 利云杜夫斯基则在联赛方面已经攻入九球 个人状态显然更胜一筹 不过八赛封线能够提供稳定输出的除罗拔 利云杜夫斯基外别无他人 而黄马的云尼斯奥斯 祖利亚和费特利高 华为迪却能够为卡连 宾森马分担入球重任 此番三鹰战旅不下 黄马小胜一筹 八赛作客演绎堪称完美 八赛经济联赛战霸头八轮 总共攻入二十球仅是一球 两项数据军冠决西甲 其中作客四战全胜之余 场均入球更加达到三个 罗拔 利云杜夫斯基九个联赛 入球当中有五球就来自作客所得 值得一提的是 八赛最近13场各项赛事作客 挑战黄马依然没有出现过合局 球队以八胜五负战据上风 而且在八场胜仗当中 八赛有七次至少攻入三球 欧贯联有人欢喜 有人愁 欧战方面 黄马四战取得三胜一合 已经提前晋级 场均攻入二球仅是0.5球 八赛则在死亡之组陷入绝望 甚至最快会在下轮裹米赢球后被宣判提前处局 八赛也因此或者已经完全放弃欧贯联而专攻联赛 球队金杖只要不败就能继续领跑 而黄马恐将成为八赛宣泄所有愤怒的最佳对象 阵容方面 黄马中场丹尼 是巴鲁斯音伤眷琴 八赛后卫朗奴 阿拉奥祖 安达斯 基斯电臣和前锋孟菲斯 迪比等人同样音伤缺阵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你的支持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